臭豆腐热腾腾 餐车下午开张营业 但是现在每天接一张罚单 26号 27号 28号 连续三天都被开了红单 未经许可在道路涉滩 26号还有一张是环保局的鸡茶劝导单 老板说原因是陈伯伟的罢免案 他力挺陈伯伟站出来反罢免 连餐车招牌也换成挺3Q 他认为就是陈伯伟被罢免了 遭到秋后算账 支持陈伯伟以后 他们才会有这样的行为 如果说我在这边违规摆摊 应该从我爸那时候 40年前就跟我爸说 这边不适合摆摊 餐车在大度文昌路 儿子接下爸爸的生意 在这里卖了7年 追溯爸爸三轮车年代 这是40年老字号的臭豆腐 因为罢免案之后 连连遭到检举开罚 质疑实力厂的关系 被恶意检举 我们这几天 总共开出有三张 有受理三件 开出三张 那违规的部分 都同属于 于道路设摊 这个辖区未经许可 在道路设摊 两个月来有20多件检举案 这星期只有这三张 臭豆腐摊的老板说 之前从未接过罚单 罢免案之后 已经接了三张 一张1200 他还是要继续摆 他说不摆摊 不就是跟恶势力低头吗 不过这路段不能涉摊 民众检举 警方就得前往取缔 热心民众建议 老板还是寻找适当的地点 才是长久之际 TBS新闻陈淑贤 吴淑平台中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